要注意的就是说它的结构,反正以后记得,它这个顺便也学一下e-sale,e-sale本身档案就是工作簿啦 所以以后我不可指的是e-sale这个档案,它副档名可能点xl,sxs嘛,然后里面的话就有工作表,那你要新增啊,或者是在新增工作表 然后指哪一个,这个是第0个哦,对对,工作表是0,这个是1,这个是2,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怎么样,可以用那个工作表的名称给它,那就可以指到工作表 OK,然后如果你要读取资料的话,那用那个什么max,什么它的那个max row,这个属性 那这个属性,其实,因为我自己也写,我也教那个VBA课啦,其实VBA里面也有类似的,它是 Ctrl向下的话,可以,也是可以抓到最下面,最大列的位置 那这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它就是从1开始,刚刚同学比较容易confuse的地方 目前是应该没办法改变啦,所以你要记得,以后如果,你要读取位置的话,那记得是从1开始 蓝跟列都一样哦,蓝的话呢,也是第一蓝,这是第二蓝,所以A蓝的话呢,那就是1,B蓝就是2 那可是在VBA里面,它有另外一个写法,就是说你可以把1,可以把它写成什么,写成这样,可以可以换个方式 但我是觉得这边应该没办法,它另外一个写法是可以写成这样子 A这样子,这样,我ok,如果可以的话,那就是跟VBA一样了 不行,它这边没有办法用什么,没有办法用文字 可是哦,你在VBA里面是可以写这样哦,它可以写A蓝,也可以写D蓝,两个方法 但是这边只有D蓝,它没有A蓝 OK,所以这边只能这样的,第一蓝 OK,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储存格的话,一定是叫Sale 这个Sale的话呢,就是储存格的意思 那储存格后面的话,一定是哪一列 刮斧里面的话,的哪一蓝,先列在蓝,中间加豆点 那这个是一个固定存取储存格的方式哦 那记得底下的话呢,就点Value啊,就是抓那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帮我秀出来的意思啦 OK,所以哦,反正基本上它的结构很清楚 它一定是先丢给一个工作簿 透过这个工作簿去取得哪一个工作表 然后呢,再透过工作表里面的所有的列,没有 去取得它的哪一个储存格的资料 然后把它全部print出来,诶,那就是读取档案了 OK,好,大概有概念就可以了,啊其实哦 这个部分跟Sale里面的那个VBA,其实 也是相通的啦,因为我自己写 所以尽量,我会特别找这个是因为 它的观念跟VBA一模一模,几乎一模一样 这样我也不用在那边转半天啊 Pandas就是另外独立出一个自己的形态 那变成你又要再去学DataFrame是什么,所以就麻烦 OK,好 那,所以读跟你写OK了,那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啊,假设把那个 这个改一下,看你手边有没有别的Excel档 把它读读看吧 然后是要把它读进来 那只是说未来如果你蓝比较多的话,恐怕是不是 是不是需要做一个回圈 比如说你可能现在只有两蓝,那比较简单 可是如果你有20蓝 这样子有点麻烦 那导步可能哦,还是需要在里面再写一个回圈 有没有,可能外面是列回圈 那里面的话就蓝回圈 当然你不写也没关系啊 只是说你程式可能会写得很长 这样看起来实在是非常不太合理的 不过有的时候啦,我是觉得至少你可以先学 先把程式写出来为优先吧 好,那这个部分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底下的话呢,它其实还有,我是在那个ChartGPT里面 其实还有另外别的写法 底下这个是ChartGPT给的一个写法 它另外有一个方法 一个方法就是叫什么,Inter-Rose Inter-Rose 也可以读取 里面的那个什么 资料回来 那就不是用Sale 而是 用一个参数的方式 把资料读 读回来 这招也OK 那这个的话呢,其实你们也可以稍微改的话 最大的不一样就是 他用这个方法 在这个 刚刚我们会 比如说我刚刚的那个写法是 先知道到底这个工作表有几列 那这个的话就不用 一读回来,就是全部的列都在那个 那个物件里面 就是叫什么物件 这个叫什么,Inter-Rose 的一个方法 然后这个方法呢 你只要跟他讲说 你的 mini-Rose 那mini-Rose的话,指的就是说你从哪一列 开始读 然后后面还有参数啦 叫Value-Only True 这个的话 应该指的什么 资料 只有资料吗 对 还是维读呢 这个我可能要查查看 好,那如果说假设你用这个方式写的话 最后 我后面底下有一个改写的版本 这个是修改 后的版本 那如果说我假设 要换成这样的写法的话 那刚刚我们应该是 改哪里 改这两行 6跟 7这个 我把它按 Ctrl Ctrl1 把它注解一下 然后我改的话 假设我用方法2的话 我在这个底下 换一下 我们刚刚这个是用 先抓到 底下的列 跑个回圈 另外一种写法是 我用那个 InterRose 这个方法 然后 这个你们可以参考 在云端的第15页这边 不过好像多了一个 关闭工作簿 不过其实你不写这个好像也没关 因为 其实因为我们程式乱完 那这个程式结束 它这个记忆体就自动 退出了 所以这个不行 主要关键应该这个 Follow In这个 把这个Ctrl C 其实就这两行 一样是一个回圈 加一个 Printer 然后把它贴到这里 方法2的话用这个 然后 至于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 一样是 两 两栏 两栏资料 我这边 大概有A跟E 可是实际上我们 在这个Excel里面 其实就A跟B 所以可能要改一下 这个把它改A跟B 这个 B跟E是哪一栏的意思 然后我把它改成A跟B 也就是说呢 它利用那个InterRaw时 它会一个一个的把资料 搬出来 搬到哪里呢 搬到Raw 这个变数里面 所以第1个 它会先抓什么 它会先抓 这个 姓名手期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 这边有个参数叫 mini底线Raw 我从1开始 mini底线Raw 那这个1的话 指的就是第1列的意思 意思说 我从第1列开始 帮我搬资料 所以呢 它会先把这两个东西 有没有 两个东西搬到哪里 搬到Raw 这个变数 所以这个Raw呢 理论上 它就不是放一个资料 它是放两个资料 的一个什么一个串列 有没有 那所以如果要把这个串列里面的资料 再把它 取出来的话 那我就可以前面 加上个A 够点 B 那它就会把里面的姓名 有没有 放在A里面 然后把手机 放在B里面 所以我底下的话就print print的话就是 分别帮我把A跟Bprint 大家可以写 写这样子也OK 这个format 用format的方式 把A跟Bprint 好那你可以看到 底下 这边有个bug 这样好像有个bug 哦 它的那个什么 变数名称 我们这边叫shin 可是它那边叫workshin 所以其实只要把 work拿掉就可以了 因为 取的变数名称不一样 当然你会发现 有的地方可能叫 我们这边叫shin 有的叫作workshin 有的叫ws 所以 这个也没统一啦 因为不同人写的 会有不同命名 那你可能再知道一下 好 那乱乱看 如果这个OK的话 那这等于是 读取档案的 第二种方式 有没有发现 得到结果一不一样 一模一样 没什么差别 至于哪个方法好了 反正 看客人习惯 以这边来看的话 嗯 好像 蓝数少的好像上个方法比较好 蓝数多的这个比较好 OK 如果你很多蓝 那你就 那至于这个命名方式 我是用a跟b 那那个 你们如果在那个charge pd里面看 他都是用一个中文名称的 他是用蓝位名称 那变成说 为什么不特别用中文名 因为 他打很多字啊 我还要打什么 姓名 手机 这样 很浪费我的时间 所以我干脆 直接用a跟b来表示 这样比较 轻松 应该而且可以理解吧 因为我发现 最后来我发现 Excel真的会受欢迎 也不是没有原因 他用 abcd 这样当蓝位名称 就是 不用取 因为每次他想说 这蓝位名称要叫什么 很累 我干脆叫abcd 那我等我以后有需要改的时候再来改就好了 好这也是一种方式 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这边的话 他那个mini的这个roll 这个等于2 等于他从第2类开始取 所以这个我把它改动 成底下的版本 这个 给各位参考量 第二种写法 那其他的话 还有就是说那个抓 抓工作部的工作表的名称的话 除了说可以用数字之外 也可以用文字 第几个工作表 OK 好 那这个是读取档案的两个方法 至于哪一个方法好 可能就是 自己再斟酌一下 看哪一个状况 比较适合 OK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果假设 你这个资料里面有需要 删除资料的地方 那应该怎么删 OK 那不过我这边好像member底线 我这里面好像 这个范例里面都是5个栏位 那我们好像现在只有2个栏位 所以你可能要 改一下 或者说你可以把这个范例里面 试着练习看看 把50个会员 通通写成 一个ecel 也是 会符合那个 我上面的这个范例 好 试一下这个方法二 方法二的部分 在 云端白板上面的 这边 这边第十四页 那我是把那个 B跟E改成 A跟B 好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